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名字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歡迎大家回到市場回顧的環節 今天歐洲的債務危機進一步擴展 市場就擔心會影響 佔歐洲經濟比例比較重的 意大利和西班牙 而歐洲方面的股票 今天全日都是下跌的 我們現在看看今天 歐洲的主要指數情況 然後Nelson會為我們分析一下 我首先一直看 今天的金融市 第一個就是英國 今天英國跌61點跌1% 然後法國跌106.2.7% 德國跌172點跌2.33% 這個就是意大利的指數 Foods MIB今天跌754點 跌了7分接近4% 其實今天歐洲意大利出現的問題 其實是星期五開始的 星期五那天呢 意大利的財長想在國會上 介紹一個法案 如何削減開支 意大利的國會有很多議員說 怎麼搞的 這麼嚴謹的 人民一定不會喜歡的 就是投一個反對票 這樣 市場不喜歡 就是包括意大利的總理 這個布洛克尼 也都說 自己的財作 他是瘋的 他當他自己是全世界最聰明的 最聰明的人 我們那些人是傻的 這樣 他就反對 他自己是內閣 他都不支持自己的財務 變成意大利在搞什麼 所以 星期五開始 我們看到 開始意大利的債券 出現問題 今天再繼續 剛剛跟大家說過 今天兩年債券 起了54幾點 然後十年債券 差不多40幾點 是很重要的 變成帶動到今天 歐洲所有的市場下落 那些下落得最多什麼 就是歐洲那方面的銀行股 我們可否打到下一個圖 就是歐洲那方面的銀行 給大家看看價錢 是的 其實我們都列了這個 很多間 其實我們看一下下一幅圖 是這個 我們列了六間主要銀行的間隔 幾間大銀行 第一個INGBank INGBank 是荷蘭最大的銀行之一 今天差不多跌了10% 跌了1.80 10.08.31 一股 Deutsche Bank 得意志銀行 今天跌了6% 跌3.51 一股 53.62 STD 就是什麼呢 Banko Santander 就是這個全西班牙最大的銀行 很大的銀行 在南美洲 很大的 今天跌差不多5% 10.02 UBS 瑞士銀行 跌3.63% 巴克里 巴克里 英國的銀行 記住巴克里 跟下一個匯豐 這兩間英國銀行 沒有受過英國政府的幫助 今天巴克里 跌5.19% 14.98 一股 然後匯豐 只跌了1.73% 866 你看到歐洲那邊銀行 全部受壓力 帶動那邊的股票 現在問題 剛才我跟大家提過 這次 ECB 上個星期 問幾家銀行 如果有些國家破產 我們應該怎麼做 很多這些國家 借錢 那些銀行 買了很多 我們叫做 Soffering Debt 瑞士的 法國銀行 很多德國銀行 都有持有希臘的債券 如果蔓延下去 那些銀行的影響 相當相當之大 所以今天 因為這些銀行股 財務股 帶動到全世界的股票走躍 就是這樣 其實除了歐洲方面 美國方面 我們也看到 很多間銀行的股票 也都是下跌的 而我們也列了五間 美國主要銀行的報價 其中跌幅最大的是City Group 報39.79 跌了2.24 跌幅達到5.33% Bank of America 跌了3.2% JP Morgan 又跌了3% 雖然今週 JP Morgan 已經出業績 但市場 是不是都踩下 理由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外面的分析員 覺得 那些銀行 普通的retail 零售的業務 就沒有什麼增長 都沒有人借錢 然後他自己靠自己做炒作買賣 那些 就因為他第二季 那時候 那些油價跌了 那些金價跌了 那些油價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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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現在想著 第二季 下個星期 今個星期和下個星期 出的銀行業績 可能會差一點點 所以為何今後 有幾個銀行 創新低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看今個星期他們出的業績是怎樣 才決定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是的 我們現在時間第一節的差不多了 我們去一去廣告 回來會有第二環節的市場回顧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環節的市場回顧 今天這個新聞集團 收購英國天空廣播公司 成員61%的股權 受到這個政府的干預 這個澳洲新聞的大坑 麥多克管理的新聞集團旗下 世界新聞部正處於 這個蝕聽醜聞的官司當中 並於上個星期發行了 最後一期的報紙之後就停刊了 市場就預期這個 美國政府將會阻止這個 新聞集團去收購 這個天空廣播公司的計劃 其實這個收購案具體是怎樣的 不是說收了 這間是很嚴重的 因為Rupert Murdoch旗下的公司 有一個網絡 這間它叫News of the World 它就在幾年前 還偷竊用電話來 很多東西 變成Rupert Murdoch 是一個傳媒大坑 它也挺骯髒的 它是怎樣的呢 其實英國有很多政府官員 和政客 其實被它掌握著 為什麼呢 因為被它查到很多醜聞 那類的東西 它就找這些東西 控制著很多政客 這次這件事爆了出來 就變成Rupert Murdoch的名字 就臭到很交關 就受牽連到什麼呢 它就原本有一間公司 叫做B Sky B B Sky B 就是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它原本拿著39% 它想買了那61% 誰知道現在這次 那些英國的政客 看到被它欺負得久了 那現在還找藉口 還不砌下你 那現在呢 就叫你不用想 去出一個offer 去買其他那61個B Sky B 現在正正在進一步 現在是刑事 在調查它的公司 如果你調查到它 發覺它犯了罪 它有權可以吊銷它 它現在賣廣告 那些牌照來的 如果你被人這樣告 會不會蔓延到其他地方 好像在美國 因為它有Fox News 其他那些 如果蔓延到那些 這個Rupert Murdoch 會搞了很大件事 會令他整個破產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不是說一定會這樣發生 但是留意著這件事 是可大可小的 就算他前任英國的首相 Gordon Brown 之前他上任之前 也都被他調查過 就是用偷竊的資料來調查過 所以這件事 一定要留意著它 如何發展下去 今天News Corp的股票 跌7% 是股票市場 跌得最多 那些股票 跌了1.266.1 如果我用技術性來講 如果News Corp 買不到B Sky B 會有什麼後果呢 只要它能夠保持到它的 即是不會被人調消 那它的錢 也不遲些 可以買回B Sky B 甚至它有多餘的錢 它買回自己的News Corp 股票取消 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投資方法 尤其是股票跌得這麼便宜 這個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是的 那你就拭目以待這件事 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 沒錯 今天星期開始 公司就會公佈 新一個季度的業績 而第一間公司就是Alcoa 今天就公佈了 第二季度的業績 公司的銷售額上升27% 達到65億9千萬美元 是的 Alcoa今天出的業績 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Aluminum Anger 叫Alumina Alumina的價錢由去年 還有一季由1977元一噸 起到差不多2千5、2千6元一噸 那當然是賺錢多了 Alcoa就賺三無二指一股 比去年同期賺豪三指一股 記住 留意著Alcoa 它仍然在第二季度的半年 它仍然期望的銷售會增長12% 我為甚麼會提的呢 因為我們靠看公司的業績 以及它預測未來那六個月的生意是怎樣 我們預測全世界的經濟是怎樣 暫時很多人對股票市場不看 可能我怕經濟放緩 但Alcoa不是 我還會看到12%增長 事後Alcoa的股票沒甚麼改變 今天收市15.91元 現在夜市做15.80元 8.70元一股 是的 今天星期還會陸續有很多 其他大的公司公佈業績 沒錯 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明天就會公佈這個貿易平均指數 以及這個商品貿易的報告 明天同樣的時間 我們繼續收看我們古今宗愛 是的 但我就放假了 葉秉希出來 明天會替我 那我下個禮拜一跟大家見面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